大家好,我是老陈 继续遗嘱黄昏恋 自从8月份 我开始了纽约州立大学医院的放射疗程后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我一共结束了43次疗法 完成了这个疗法 医院安排我一次念学 主要就是念PSA PSA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看你有没有癌的可能 我当时医生怀疑我有癌 也是因为我的PSA值非常高 有27 而正常的人只有2到4 也就是因为这个值非常的高 医生怀疑我有潜力性癌 所以我也做了欺骗 最后证实我确实是有癌细胞 经过医生的话量 他们给我一个好消息 我的PSA已经从27降到0 也就是说我的放射疗法已经获得成功了 这些放射线已经杀死了我体内的癌细胞 然而也带来了我一些副作用 因为这些放射线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 难免也杀死了我健康的细胞 前列腺和尿道还有肠脂是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也杀死了我尿道和肠脂上的健康细胞 第一个后遗症就是我死颈 死颈有两方面 一个是小便死颈 一个是大便死颈 如果我要小便 我到马上就要小便 不然的话我就会尿在我的裤裆里 大便也一样 如果有大便的感觉 马上就要大便 就是说你不能等待 等待一久 他就会拉在我的裤裆里 这是非常尴尬的 而大便还有很多的血 不知道到底这个血是从哪里来的 我的同学和我的弟弟 他们都有四仓 我讲了我这个症状 每次大便有很多血 而过一阵子就没有了 但是再过了几天又有了 他们说我得了四仓 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四仓这个毛病 我就到医院里去检查 医生用中指舍在我的屁股里 然后跟我说你是得了四仓 我还是不太相信 我又进行另一次检查 医生又说好像不是四仓 最后医生跟我说你还是到 Bewi Hospital做一次肠镜 在07年我做过一次肠镜 也是怀疑我肠子里有癌细胞 做下来没有 这次又是到Bewi Hospital去做 肠镜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我要吃蟹药清空我的肠子 使我的肠子非常的干净 然后他才有可能来诊断 我肠子里有没有癌细胞 或者有什么问题 为了方便 我和范儿准备在曼哈顿 做两天旅馆 一天是肠镜之前的一天 然后是完成后的一天 主要是考虑到我如果饿肚子的话 从很远的地方到医院可能不太方便 我们做了一个旅馆在医院的附近 这个是第一个副作用 小便时景和大便时景 第二个副作用就是 在放疗的同时 我打了结束针 叫做Lupo Lupo可以移植我身体雄性结束的产生 来减软癌细胞的发展 它是三个月打一针 要打两年 打了这个针以后 我就丧失了我勃起的性功能 而我和范儿认识以后 我们都享受了我们的雨水之欢 而现在我将失去这方面的功能 所以我也心中其上八下 我不知道范儿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虽然医生说过一段时间 你死景的问题会耐散 而我不打结束针以后 半年一年 我的性功能也会逐渐逐渐的恢复 但是医生只能说一般的讲 不能说一定 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讲给了范儿听 我不知道范儿会不会不爱我 会不会使我们的黄昏恋走向死无童 好了 感谢收看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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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